量子力学最开始的目的就是科学家为了找到物质的最小单元嘛 想知道宇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牛顿认为光是粒子 但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光是波 因为在经典力学里面这个物质要么就是纯粒子 要么就是纯的波 就这两种形态 所以光只能是其中一种 那到底怎么验证呢 有科学家说了 除非把光拆成一粒一粒的光子 才能确定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但是谈何容易啊 怎么能单独的把一粒光发出来呢 虽然牛顿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到 但是也能做出原理相当接近的实验 于是最早的双缝实验 就是一个叫做托马斯阳的英国科学家做到的 什么叫做双缝实验 就是发出最微弱的光通过左右两条窄缝 那说起这个托马斯阳啊 他还是个通才 什么都会 医学语言学 视觉科学 象形文字 什么都懂 所以他还被当时的英国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什么都知道的人 这不就是大明白吗 这个阳大明白说啊 想证明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这不简单吗 先准备一个有两条窄缝的挡板 用相当微弱的光照射进窄缝 有多微弱呢 就类似于漆黑的夜晚遥望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小的蜡烛发出的亮光 这道光通过窄缝之后 放一个探测瓶 光足够弱 不就无限接近于粒子吗 如果光是粒子 那探测瓶的类似于胶片的感光元件就呈现出窄缝一模一样的形状 不会是别的形状 如果光是波 那照射进去的就能显示出眼射的痕迹 所以眼射也就是呈现出明暗的波动 如果是波的话 那它的影子就不会呈现出窄缝的形状 扩散开的形状 它这个是在1801年做的实验 实验结果就呈现出光是眼射的痕迹 像水波温一样散开了 当时大家就认为光是波不是粒子 不得不说 当时的设备还不足以把光拆分成粒子 所以这个实验肯定是不准确的 直到20世纪有了计算机和电子显微镜 这样更尖端的设备用纳米级别的设备做双缝实验 这个也就是著名的电子双缝干涉实验 就是要看一看电子打到探测屏上 它到底是一个点还是一个波呢 果不其然最开始看到的就是一个点 坚持光是粒子的科学家可兴奋了 说你看光是粒子吧 牛顿说的没错吧 但是还没高兴太久 你持续把一个一个的电子打到探测屏上 就发现你打一次确实是一个点 但是一旦量足够大了之后 这小点密集排列之后 你看它整体的形状 还是慢慢形成规律的 有明暗交接的颜色波 还是波的形状 然后科学家就奇怪了 说不对啊 我们确定这个电子只通过了一个窄峰 那它为什么还会在另外的窄峰后面形成眼射波呢 它是什么时候跑到别的地方的呢 一个电子不可能同时通过两个窄峰啊 如果能同时通过两个窄峰 那不还是波吗 路径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在1926年薛定恩用一个方程来描述量子态 薛定恩认为所有包括光啊辐射这种小威力 都可以按照这个波函数方程来描述 而且还得了诺贝尔奖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坚定的认为量子的性质 所以有的时候是波 有的时候是粒子是可以用概率现象诠释的 但是尼尔斯波尔和海森堡在1927年的丹麦的哥本哈根合作研究的时候 就否定了薛定恩的结论 这个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诠释 波尔认为量子就是有互补性的 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观测它 你用观测粒子的方式观测光 光就是粒子一个点一个点的 你用波的方式去观测它 它就是可以形成像水波纹一样的眼射波 那怎么证明光的粒子行不行成眼射不是概率问题呢 那这就是要看这个电子的路径 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通过了左边的窄缝 什么时候通过了右边的窄缝 我们给它记录下来不就行了吗 这个时候就在窄缝旁边放置了探测器 这样就能计算出这个电子的轨迹和概率嘛 一看不得了发现它不乱跑了 规规矩矩的以粒子的形态展现了 没有演射了 你看到它从左边的窄缝过去 它本来应该形成眼射的痕迹就消失了 你不看它眼射的痕迹又出现 这种突然的眼射消失 也就是著名的量子擦除现象 这就太让人吃惊了 所以海森堡给量子力学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 就是光这种量子它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好